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加拿大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 虽然我们的运动员在某些项目上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绩 比如夏末麦金托时的四枚奖牌和男子4X100米接力队 但整体来看,我们的奖牌数量远低于一些竞争对手 如澳大利亚和荷兰 这次奥运会的表现被一些人视为国家运动实力的衰退 甚至引发了一些对运动员准备和精神态度的批评 此外,我们还将探讨加拿大在无家可归问题上的政府责任 以及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加拿大的奥运旅程 巴黎奥运会的高光与遗憾 巴黎奥运会的加拿大成绩 遗憾与亮点 2024年巴黎奥运会对于加拿大来说 是一场混合着荣耀和失望的运动盛会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尽管我们的运动员在许多比赛中表现出色 但最终仅收获了27枚奖牌 远不及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22枚奖牌成绩 这样的成绩令人深思 毕竟亚特兰大仅有271个比赛项目 而巴黎则多达329个 无论如何这并步是我们最好的一次奥运会 来自安大略省奥沙瓦的肯贝基姆 在一次评论中提到 与澳大利亚的53枚奖牌 和荷兰的34枚奖牌相比 加拿大的表现确实略显逊色 不过四枚奖牌得主夏末迈金托时 男子4X100米接力队很锤球运动员所带来的九枚金牌 仍然为我们挽回了一些荣耀 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的迈克普里亚罗认为 这些闪光点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整体成绩的不足 但也反映出我们在某些领域确实需要进一步提升 运动员的真实困境与挑战 在这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中 加拿大运动员面临的挑战 不仅限于赛场上的对手 还包括内外部压力和环境因素 沙拉米顿在牵球比赛中表现不佳 坦言自己对雨天的适应不够 十项全能选手达米安华纳在撑杆跳高失败后 选择退出比赛 这一决定引发了不少争议 而安德烈德格拉斯则因腿经问题错过了部分比赛 这让人们对他的伤势产生了疑问 释迦宝的肯佩金在他的评论中指出 这些问题显示了我们在训练和心理准备上的不足 同时也反映出运动员在面对压力时所经历的真实困境 这些挑战让人们看到了奥运背后的更多真实面貌 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运动员的全方位发展 伊曼克利夫的奋斗与胜利 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 阿尔吉利亚女拳击手伊曼克利夫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焦点 她在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跨性别恐惧症 燕女症和种族主义攻击中依然坚持不懈最终赢得了金牌 这一胜利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肯定 也是对所有在各种歧视和压力下奋斗的运动员的鼓舞 来自沃泰华的梅根麦基写道 许多体育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应该为他们曾经的恶毒言论向伊曼克利夫道歉 她的成功故事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真实性和坚持的重要性 这也成为了本届奥运会的一个感人瞬间 加拿大观众的热情与支持 尽管成绩不如人意 但加拿大观众对奥运会的支持仍然非常热情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数据 巴黎奥运会期间 共有2700万加拿大人通过CBC及其合作伙伴电视网收看了比赛 这个数字显示了加拿大人对奥运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最引人注目的闭幕是吸引了1200万观众 而汤姆·克鲁斯从飞机上跳下 将奥运旗帜带到202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洛杉矶的那一刻 吸引了260万观众 成为最受瞩目的瞬间 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对镇德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 也成为了经典之战 吸引了260万观众观看 这些数据显示了加拿大观众对运动员的热情支持 也反映出奥运精神在加拿大民众心中的重要地位 约书亚·利恩多 年轻的突破明星 21岁的多伦多游泳选手约书亚·利恩多 从巴黎奥运会归来后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星星 在100米蝶勇比赛中 他仅以0.09秒之差趋居第二 这一成绩让他成为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黑人加拿大游泳选手 利恩多在皮尔逊机场与粉丝见面 分享了他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的经历和感悟 他表示 在巴黎登上领奖台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这展示了我为达到这一点所付出的大量努力 利恩多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成就 也是对年轻黑人运动员的一种激励 他希望自己的成就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游泳这项运动 无家可归者问题与政府责任 在奥运会的光环之外 加拿大社会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 无家可归问题已经成为多伦多的一个巨大困境 根据多伦多新报的报道 无家可归的多伦多人比普通人更早去世 这一问题的恶化暴露了政府在提供基本必需品方面的失职 安大略省米德兰的布莱恩·梅勒指出 政府未能为人口增长提供足够的住房 导致房屋和租金价格飞涨 这使得无家可归者问题越来越严重 他认为政府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西顿之家无家可归者的困境 多伦多最大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西顿之家也出现了问题 根据报道 该收容所的两部电梯都停运 导致轮椅使用者被困 这一事件再次曝露了无家可归者所面临的困境 退休社会工作者马西亚·扎列夫指出 这一情况的发生与省政府悄悄关闭慢性病护理床位有关 这使得需要持续医疗护理的长期患者无法得到应有的照顾 他呼吁政府重新考虑医疗系统的私有化政策 确保无家可归者很需要医疗护理的人群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帮助 总结 奥运精神与社会责任 巴黎奥运会对加拿大来说 是一个混合了荣耀挑战和反思的时刻 尽管我们的运动员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但整体成绩不如预期 这要求我们在未来的训练和准备中更加努力 同时 运动员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也提醒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的全方位发展 此外 无家可归者问题和政府的责任 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社会议题 希望在未来的奥运会和社会发展中 我们能够不断进步 实现更好的成绩和更和谐的社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 加拿大的表现虽然不算最佳 但仍有几个亮点值得驻足 加拿大运动员在这届奥运会上 共获得了27枚奖牌 其中包括9枚金牌 然而 与一些其他国家相比 如澳大利亚 53枚奖牌和荷兰 34枚奖牌 加拿大的表现 显得有些逊色 在这次奥运会中 一些个人和团体项目 为加拿大赢得了荣誉 例如 游泳运动员夏末 麦金托什 获得了4枚奖牌 男子4乘以100米接力队 以及锤球运动员 也表现出色 共计为加拿大赢得了9枚金牌中的6枚 此外 多伦多游泳选手 约舒亚 利安多 在100米叠泳中获得银牌 成为第一位 在奥运会上 获得奖牌的黑人加拿大游泳选手 这一成就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尽管如此 加拿大在巴黎奥运会上的整体表现 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相比 仍有差距 亚特兰大奥运会 只有271个比赛项目 而加拿大运动员 却只拿下了22枚奖牌 从参赛项目的数量来看 亚特兰大奥运会 才是加拿大最成功的夏季奥运会 加拿大运动员在巴黎的表现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 例如 牵球运动员沙拉 米顿 在下雨天的表现受到质疑 有人认为他应该更好的准备 在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比赛 而10项全能运动员 达米安 华纳在撑杆跳高 失败后退出比赛 也被认为缺乏运动精神 此外 短跑运动员安德烈·德·格拉斯 因腿筋问题错过比赛 但在接力赛中 又没有显示出任何不适 这也引起了一些观众的不满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 加拿大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 仍然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时刻 并且这些经历 将成为未来奥运会的宝贵经验 在媒体报道方面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 表示共有2700万电视观众通过CBC及其合作伙伴电视网 包括SportsNet TSN和RDS收看了巴黎奥运会的赛事 特别是在闭幕式上 1200万观众在英语和法语电视网上观看了这一盛大的仪式 显示了加拿大人对奥运会的热情和支持 此外 CBC的数字平台 在奥运会期间的流媒体播放时长 达到2430万小时 显示了数字媒体 在现代奥运会报道中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 尽管加拿大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表现 并非最为出色 但仍有许多亮点和值得骄傲的时刻 这些成就 不仅展示了运动员的个人努力和实力 也反映了加拿大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未来 随着更多年轻运动员的崛起 加拿大有望在更多的国际赛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巴黎奥运会真的是加拿大的失望表现吗 首先 我们来看看数据 加拿大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共斩获27枚奖牌 这不仅包括夏末麦金托10和男子4X100米接力队等多项目标的金牌 更有历史性的突破 比如约书亚利恩多成为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黑人加拿大游泳选手 这些成就是否认不了的 即使与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相比 我们的金牌数和奖牌总数都有显著增加 难道这还不够吗 楚天说 你这魔说真是让人感到有些乐观过头了 是的 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却有过一些亮眼的时刻 但不能否认的是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你提到的约书亚利恩多确实创下了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但这是否能掩盖整体表现的不足呢 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和荷兰 他们分别拿到了53枚和34枚奖牌 连个小国家都能超越我们 这真是让人羞愧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改进 而不是自欺欺人的认为这些零星的成就就足够了 谢琪琪 我可不认为我是在自欺欺人 你说的没错 我们确实需要反思和改进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那些伟大的成就 加拿大运动员们的努力和奉献是值得肯定的 你提到的澳大利亚和荷兰有更好的成绩 但这是否能说明我们的成绩就一无是处呢 不要忘了在这次奥运会中我们还有许多运动员表现出色 比如夏末麦金托时 他一人就为我们带回了四枚奖牌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和动力源泉 楚天说 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中国古代的RQ精神 难道我们只需要一些零星的成就就可以满足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如何在每个项目中都能稳步提升 而不是依靠几个优秀选手来装点门面 当然我们的运动员非常努力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体育体系已经达到最佳状态 与其陶醉于这些成就 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让更多的运动员 在更多的项目中取得成功 这才是长远之计 齐齐 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 在巴黎奥运会上 加拿大有2700万电视观众收看了比赛 这表明了我们国民对运动的热情和支持 这种支持是我们运动员的强大后盾 在看看我们的数字平台 流媒体播放时长达到了2430万小时 比东京奥运会增长了170% 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我们的潜力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我们不仅要看到问题 更要看到希望 楚天书看到你这么乐观 我真是忍不住想笑 是的 我们的观众很多 但这是否能掩盖我们在奖牌榜上的名次呢 这就好比一个餐厅有很多顾客 但菜品很一般 这并不能算是成功 看着其他国家在奖牌榜上超越我们 我们应该感到压力和责任 而不是自满于观众数量 让我们一起来面对现实 寻找改进的方法 而不是在这些数字中自我安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了 让我们来聊聊这次巴黎奥运会上的加拿大代表队 真是让人感到五味杂陈 巴黎奥运会对于加拿大来说 不算是一个特别娇人的篇章 在329个比赛项目中 加拿大只拿到了27枚奖牌 这比起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当时我们只参加了271个项目 但却拿下了22枚奖牌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运动员可能还需要加把进而 当然 这次也不是一无是处 比如夏末 麦金托时的四枚奖牌和男子4X100米接力队的表现 还有我们的锤球运动员 这些都为加拿大赢得了不少的光彩 但是整体来说 巴黎奥运会的成绩还是让人有点小失望 不过 我们的选手的确也遇到了不少挑战和突发状况 沙拉 米顿抱怨比赛时下雨 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千球可是户外项目啊 难道没准备好在雨中比赛吗 在说达米安 华纳 他在撑杆跳高失败后退出十项全能比赛 这也让人觉得有点不应该 毕竟运动精神还是很重要的嘛 还有安德烈 德 格拉斯 因为腿筋问题错过比赛 但在接力赛中却又没问题 这真的让人有点无法理解 这些小插曲 或许也反映了我们在准备和心理调整方面 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一个亮眼的名字出现了 伊曼 克利夫 这位阿尔吉利亚女拳击手在面对全球范围内的跨性别恐惧症 厌女症和种族主义攻击中 竟然还能夺得金牌 这真是了不起 许多体育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应该为曾经对她的不公正批评道歉 这一点上克利夫的表现不仅仅是运动上的成就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而看向我们的南方邻居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似乎成为了一个新的政治明星 许多人认为他的真实性是他最大的优势 而反观特朗普 人们虽然知道他的缺点 但选择忽视 因为他能给他们带来想要的东西 这样的选举策略真的让人有点担忧 毕竟领导人应该是诚实而有责任感的 而不是一个自恋者 希望美国的选民能够更理性 选出对整个国家有益的领导人 再说到我们自己 加拿大的无家可归问题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尴尬 政府在这方面的规划和政策显然有极大的问题 无家可归者的早逝率比一般人口高 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像西顿之家这样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甚至因为电梯坏了而让居民被困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状 政府应该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让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居所 最后说到加拿大人对奥运会的热情 这次巴黎奥运会期间 有2700万加拿大人通过各合作电视网收看了比赛 这也反映了我们国民对运动的热爱 特别是闭幕式 还有那场加拿大女子足球队对阵德国队的比赛 吸引了最多的观众 数字平台的表现也非常惊人 这显示了现代媒体技术在奥运报道中的重要性 约书亚、利恩多和夏默、麦金托什等运动员的表现 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希望他们能继续努力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总的来说 巴黎奥运会对于加拿大来说 是一次混合了挑战和亮点的旅程 我们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值得骄傲的瞬间 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更加努力 争取在下一次的奥运会上有更出色的表现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